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名字起好了 就纠偏了 他叫偏正中 我一直没闹明白 陈老师 这偏见性怎么来历的 这个查不着 因为到我父亲这一带啊 我就去查过 我父亲都说不清楚 老家是哪里 老家呢 是东北的 汉族 我估计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当了皇上 皇上给灭了 你得改头换面 要不就是什么呢 犯了大罪 是吧 人还得反眼呢 不理性那性了 这都瞎着玩得好 一般都管自己家 山西有一个偏官 什么是偏官 这个官的名字叫偏官 有一种官职啊 不是 一个官口 官口 娘子官一样 为了这个 你们组上手内官呢 我专门请山西台的朋友 专门你给我说说这个偏官 有没有来到 他说跟姓偏的没关系 啥都找不着了 咱们这老偏呢 要跟咱们呢 聊聊体育 因为他是我们台体育的大拿 而且咱们的这个总制片 有年 王有年先生 特别喜欢听他聊体育 而且就说就听他那把声音呢 就直回票价 他也是广员播音系的啊 但是今天说说什么呢 我们徐老师昨天就憋着等人来 他是个球迷 凌晨几点钟看的欧冠切尔西 拜仁慕尼会 2点45分开始 对 结束的时候快6点了 是 你说我就是外行了 我一直是为了做节目 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录像 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 那个时候那个气氛 你说啊 就说这一个球星啊 就说点球是他发 但是呢决定胜负 但是他没发进去 这个事就是 是个特别拧巴的事 是特别大的 但不是个案 当然了 这种情况经常有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 就是欧尔西对拜仁这个比赛 对不对 他拿了冠军了 他就出了这事 像在咱们国家队里面 咱国家队有个叫政治的 对 明白不 我知道 这政治这个老队呐呢 他一般俩作用 要不就是给别人制造点球 你比如说前一场比赛 在恒大这个比赛 他就起码给人家制造了一点球 就是他的一个作用 给人家制造点球 就自己去犯规了 当然 这是他的 还有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 给他发点球 发不及 基本上是作用 所以恒大呀 他在打这个泰国五里男 亚冠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赢了 虽然赢了球 大概球迷的矛盾主要对着他 一个是给别人制造点球 第二个呢 在别的比赛里面 经常自己点球 发不及 这叫点球专家 点球专家 这两个错 犯一个就不容易了 都犯上 有一定难度 点球专家 所以也叫倒霉脆的 是吧 其实整个政治来讲 整个能力还不错的 我说这种情况呢 人家也不 就是练走这样 没办法 这足球的东西 真是有个天命所归 甚至我就不懂球的 我就看迷信了 我觉得真是一爆 好像还一爆 你看啊 拜仁慕尼黑 你点球 把黄马给灭了 对 最后你看 你不应该输在点球上 但你输在点球上 你看切尔西呢 说是四年前 争欧冠杯的冠军 输在点球上 所以一爆还一爆 这一次 他赢在点球上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常常是在最重要的场合 又是最出色的运动员 发不进点球 对不对啊 像这次黄马的两个点球 卡卡跟斯伊罗 这是最好的前锋 两个人点球没法进 这一次他们最关键的一个球是 这叫罗本 罗本是他最好的运动员 这个荷兰队的前锋 对不对 而且呢 巴萨输的这一场呢 点球谁没发进啊 没吸没法进 对 没吸没法进以后 而且他跟罗本一波一样 他没法进以后 他后面的比赛就淹了 嗯 大失准 就这个心态就完全 完全没有 就是他这个 尤其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点球没法进 所以 这个比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没法进的罪责更大 所以我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嘛 你比如说 因为你像要好比像我们主持人来说哈 嗯 你得有个心理素质 就比如说你中间说错了个词 口误了 对 你不能上心 因为太多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他说错了 对吧 比如说把这个给导演送花还那说成送花圈 对吧 对 但是错了之后啊 你一定得进入经验的 放下这个包袱 因为接下来这节目还没完呢 对 你还得保持乐观把它做下去 但是太多的人啊 一下就蔫了 嗯 这个这个没法接受了 这有点像罗本 按说是酒精沙场的 对 你不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就是什么呢 他有一种患得患失 嗯 你像罗本这样的情况 他跟一些年轻的主持人 说错了个什么东西 这不一样 对不对 他说错了东西 他害怕 你如果一新手 这本来我就好不容易 才让我上这节目 我这接着咕噜出啥错 你走吧你 对不对 他的罗本不一样 他有一种患得患失 因为他这里面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这球赢了 我是怎么着 这球输了 我是怎么着 你觉得他这么短期间还想到这些 你想 对 有关系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咱们中国运动员 当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失误以后 你会经常听到一句话 心理压力太大 嗯 是不 不稳定 嗯 这句话你应该也听见 对 这跟钱包有关系 啊 不但有关系 这就直接就是钱包 您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啊 我们看到外国运动员来比赛 因为外国运动员呢 他把你当成一种游戏 嗯 或者本身人家都有工作的 嗯 是吧 就捞钱来的 人家就是什么呢 我业余爱好 我参加了俱乐部 俱乐部玩的好 国家队觉得这人可以拿来用 他就用了 用完了以后 你还该干嘛 人家干嘛去了 嗯 咱的运动员不是 咱的运动员就是纯职业的 就吃这饭的 你包括林丹 他吃什么 他没有别的工作吧 嗯 他就是靠羽毛球 给工资 拿奖金 代言 那欧洲的职职业 你刚才说罗本怎么有钱 罗本他也是这个做一个俱乐部的利益 嗯 还有他个人的身价的利益 你想是不是 我觉得他倒没想这么多 但是微博上有人给我发了一条 我觉得特可笑 他当他发球的时候 以前 在Chelsea的岁月 全部回到了眼前 你知道他以原来就是切尔西 以原来切尔西的 他成名就在切尔西 多情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但另外一方面呢 Chelsea的球迷怎么跟我说 我车的内奸呐 卧底啊 我车的卧底 呛呛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虹极之水 汇湾酒精 年份端将 与井贵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那照你这么说 另一个那就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就是德罗巴真是大结局 太美了 要来生 要来生花了 听说要来中国是吧 对 你有什么资讯 他这个最新的消息讲 他已经在切尔喜跟他们告别了 对 已经告别了 就要走了 而且呢 据英国的媒体报道 他的下一个地方 就是上海生花 这个很有可能 因为上海生花最近出了些事 什么事 他不弄了个阿内尔卡 阿内尔卡 这阿内尔卡本来应该说跟这个恒大的孔卡等等啊 这都是 不敢说谁第一第二这类的球员 明白不 法国前锋 对 人家孔卡在恒大哪 这是粤舞扬威啊 这阿内尔卡在上海生花混的不好 拿不到球 他得拿不到球 他的任务也不明确 又当助理教练 又当球员 助理教练他也没当好 这球员也没当好 来 现在呢 前一段生气了 我是考虑准备要退役了 这气话 那朱俊说了 彭廷在这个气话 他还得把他留住 但是上海生花更大的行文 他要请另外一个大教练 阿根廷队的主教练 08年北京奥运会带着阿根廷的国奥队 获得北京奥运会冠军的这哥们儿 就要来了 叫什么名 这四个字 阿根廷人 这四个字就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 这个人他打球的时候非常好 当教练 关键他的功劳也很大 也带过国家队 跟马拉多纳前后脚 你马拉多纳下来我上去 阿根廷 不过这个这个 这个刚刚出现这个现象 就中国重金的品外国的大球星啊 这个现象带来很多的矛盾 这现象怎么看 眼前的事情哈 德罗巴如果来 对 每周25万英镑 对 一个月 100万英镑 差不多 1000 1000多万 一个月 1000万 那那个 你说那个法国前锋 现在的钱也少不了 嗯 可是旁边咱们中国队的那个生化队的